大国外交遂前线 大家好 我是康辉 现在是法国巴黎当地时间5月5号下午的1点钟 今天下午习近平主席就要到法国了 法国是习主席这次欧洲之行的第一站 对法国进行的国事访问 也是习近平主席2024年首次出访的开篇之作 大家还记得大国外交最前线在习近平主席出访 每一站抵达的时候我们必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吗 对 去接机 我们现在就正在去往巴黎奥利机场的路上 巴黎奥利机场到了 我们看到中法两国的国旗高高的悬挂了起来 从昨天开始巴黎在城市的一些主要区域 也悬挂了中法两国国旗 可以说迎接习主席再次来访的气氛已经越来越浓了 现在距离习近平主席承转的专机 预计抵达奥利机场的时间还有两个小时 您看到这么多的接机区博主早早的就来到了这里 包括我们总台的时政报道团队 因为新闻是需要抢的 能把新闻拍摄好的位置也是需要抢的 在今天媒体记者的队伍当中我们看到了不少 去年马克龙总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时候 在首都国际机场出现的一些法国媒体的同行 大家都想记住下在中法建交60周年这样一个重要的节点 习近平主席再次对法国进行国事访问的这样一个历史性的时刻 2014年在中法建交50周年的时候 习近平主席第一次对法国进行国事访问 他对中法建交精神进行了高度的概括 对 就是大家熟悉的那16个字 独立自主 相互理解 高瞻远瞩 互利互平 这16个字概括了建交的初心 同时也是这60年来 中法关系能够始终走在世界大国关系前列的 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的因素 习近平主席乘坐的专机已经抵达了法国巴黎奥利机场 现在正缓缓地驶向停机坪的位置 而在停机坪前红毯已经铺旧 21名法国礼兵分裂在红毯两侧 今天法国总理阿塔尔等政府官员 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主席 这样的安排也显示了法方对于习主席此访的高度重视 这是习近平主席第三次对法国进行博士访问 他们将再次踏上这片美丽的努力 习主席在抵达之后也发表了书面强化 在书面强化当中 他愉快地回忆起了2014年和2019年对法国进行博士访问 他特别提到直此中法建交60周年之际 再次踏上美丽的法兰西土地 倍感亲切 也希望通过这次访问 恐怖两国的传统友谊 增进政治互信 迎去战略共识 深化各领域的交流合纵 用历史的火炬照亮前行的路 我的同事告诉我 在从机场到下榻酒店的途中 会有很多当地的华人华侨 以各种热烈的形式 欢迎习主席到榜榜 会有五龙武师等 非常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欢迎方式 今年是中法建交60周年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 60是以甲子寓意着新的开始 我们期待着习近平主席 这次对法国进行的博士访问 能够为两国关系成前及后 开辟未来 大国外交最前线 我们持续关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